今天啊 多多要先给小朋友讲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新朋友了 在宋朝有一户农家 儿子的名字叫范成大 范成大渐渐长大 开始明白一些事情了 他发现爸爸总是天不亮就起床 去田里除地 妈妈呢晚上不睡觉 总是在灯光下搓麻绳 有一天范成大也早早的起床了 他天真的对爸爸说 爸爸今天你不用去了 爸爸被范成大弄得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范成大又说 爸爸我代替你去干活 爸爸听了之后放声大笑说 哦你会厨地吗 你能把锄头高高的举起来吗 爸爸在范成大发呆的时候就已经下地干活去了 晚上范成大还在想白天的事 很晚了都没睡着 妈妈正要搓麻绳 发现范成大屋里的灯还亮着 就过去问 成大 你干什么不睡觉啊 妈妈 你又为什么不睡觉呢 范成大反问妈妈 妈妈说 我要搓麻绳呢 范成大说 我来帮你吧 妈妈反问 你会吗 说完就微笑着走了 夜里范成大怎么也睡不着觉 心里想 早上爸爸不理我直接走了 晚上妈妈也只是笑笑 这是为什么呀 可能是他们认为我小 什么也不会 但是我已经八岁了呀 我能干活啊 第二天 他就在桑树旁边模仿大人的样子 学着种瓜 后来呀 范成大长大了 成了一个有才华的人 当他想起小时候田园生活的情景时 就写下了 咒出云田 夜祭麻 村庄儿女 各当家 童孙未解 公庚之 野棒桑音 学种瓜 这首诗 小朋友 听了这个故事 相信你已经对我们的新朋友 范成大 有了一定的了解 他长大以后呢 因为出众的才华 和陆游 杨万里 游茂 其名为南宋四大家之一 现在流传下来的诗 有1900多首 而苗姐他小时候田园生活的四十田园杂姓 是他所有诗歌中成就最高流传最广的一组 小朋友可能会有些奇怪 多多说一组是不是说错了呀 不应该是一首吗 其实啊 四十田园杂姓是一组诗 一共有六十首呢 范成大通过季节把它分成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无佐 我们刚刚故事里提到的那一首就出自夏日族 所以叫它夏日田园杂姓 夏日田园杂姓 其漆 范成大 昼出云田 夜寄麻 村庄儿女 各当家 同孙未解 公庚之 也傍桑音 学种瓜 这首诗啊 是作者在江南隐居的时候看到江南夏天农村的美景写下的 那你想不想知道这首诗讲了什么呢 咱们一起来分析分析 前两句 昼出云田 夜寄麻 村庄儿女 各当家 意思是说 白天在田里除草 夜晚在家中搓麻线 村庄中的男男女女各有各的家务劳动 农民朋友们真是忙碌呢 从早到晚都有事情要做 小朋友 你想想 他们除了耕田和搓麻线 还要干什么呢 嗯 多多知道 他们还要插秧 收割 离地 等等等等 农民伯伯们这么辛苦 又这么勤劳 小朋友读这两句的时候 一定要带上 对他们的尊重和敬意 乡村里除了外出干活的大人们 还有谁呢 对了 还有小朋友们 童孙未解 公庚之 也帮桑音学种瓜 范城大说 小孩子虽然不会耕田织布 也在那桑树音下 学着种瓜 小朋友 你在夏天的时候 都在干什么呢 一定是在清凉的空调房间里 吃着西瓜 或者去和小伙伴们游泳 下河捉鱼了吧 但是 这些相间的孩子们 却认真的在树下学着种瓜 想要尽自己所能的 帮爸爸妈妈 他们天真可爱 不怕辛苦 小朋友 读的时候 别忘了读出这些孩子们的 调皮可爱 和你对他们的喜爱 夏日田园杂姓 琪琪 范城大 夏日田园杂姓 琪琪 范城大 昼出云田夜祭麻 昼出云田夜祭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 村庄儿女各当家 同孙未解公庚之 同孙未解公庚之 野芳桑音学种瓜 野芳桑音学种瓜 小朋友 今天我们通过这首诗 还学会了一个常用的汉字 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最早的写法 是不是很有趣啊 解是一个多音字 它还有两个读音 分别是戒和谢 那么你知道解是什么意思吗 解啊 有很多的意思 比如代表着分开 代表着解释等等 在今天的这首诗里 解是了解的意思 了解呢 也是我们常用的词语 用它来造一个句子 妈妈经常向老师 了解我在学校的情况 好了小朋友 今天的熊猫天天学诗词 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情况 看来 电筝 词 云 有 他 有 词 词 装 词